港股會否還能站穩呢? 之前有五月以來 好像也有一個一浪高過一浪的形態 是否能保持得到呢? 其實有幾樣東西 如果由五月份開始 那時候我們也有講過一個短期的 東升西降 五月初已經開始說了 我記得那一刻市場還沒接受到這四個字 就是聽前輩開始用這四個字 但是到了六月底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就將這一個的說法 我們就說短期的東升西降已經完成了 我們不是說真的要立刻下降 但是最少的表現可能是開始 neutralize 可能和中性一點 可能外面差不多 暫時看上去也是的 因為你見到那一刻 其實到六月底、七月初那一刻 就是22,500 其實如果把照片拉遠一點去看 就是其實由上年三月拉下降下來 剛巧也是22,500 我先用一個圖在後面再講最近的原因 其實你說在這段時間 我相信大家就會看 究竟三月拉上來的上升軌 也就是剛巧在五月底的裂口位 就是20,300到20,500這個位 是不是做到一個承接的 暫時的技術走勢 我就當作走這個三角形 就是你上方現在就被可能大概22,200附近吸住了 下面你下方你就要20,300要守住 在這個情境其實發生了很多事 就是剛才你提到 其實內地很多關於房地產的政策 或者是消息 在那裡出台了 那當然絕對有影響的 因為尤其是在 星期一晚 就是在我們應該黃昏的時間 其實就出現了 一個叫做內地債市上面 一個比較重大的消息 就是說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恒大有一支內地債 就現在當作是正式違約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我當晚都覺得有點神奇 因為那個神奇的話 不是很多人說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才是有一個很大的預期的轉變 因為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 可能中國一些內房債 在美金債這邊 就預計了是會有風險 但是大家覺得 就是onshore那邊 就是內地那些人民幣的相關的債 就應該怎樣都會保持著 不會違約的 但是就那時候開始出現 有這些風險出現了 那變了 其實就立即看到這幾天 如果大家可能就算看著一些 就是有一個ETF 就是用來做參考的 那就是3001 那你就會看到 其實滾得都挺快的 那當然你說對比 就是一些股份 就是內房股的 可能其實都不是跌得很多 但是我們說 如果你看看內房股 就先看內房債會好一點的 是的 那你見到其實就不斷 立即穿底 那變了其實這一點 就絕對有拖住了 就是恆子 或者中國投資者的一些氣氛上面的 因為你當你的債券 就是你當你的內房 一不是那麼穩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隔壁那些 銀行有沒有事呢 是的 或者叫做內房 會不會有些東西 可能要接近呢 那這些位置 你就會看到傳統的東西 就馬上不行 那當然再加上一點 那就是 其實這件事 在星期一開始也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這段時間 突然間 rease off了一點呢 是 因為就是 因為我們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 是的 今時今日 始終都是領導著 全球之一 所以其實這一邊 當突然間有些跟疫情相關的消息 就是我們先幾個月都說過 用這個對白就是說 當我們打過黑癡 隔壁也要陪我們震一震 是的 始終有一個主造地毀在 所以就變了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對於疫情上的消息 是很敏感的 所以你看到立即跟一些很工業化相關的板塊 或者股份都立即有一種回落在 我不是看到這麼悲 因為除非你說突然間收得很緊 就是管控的措施 否則我自己在恒指上面 在恒指的走勢上面 我都會看究竟20300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承接 是的